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歡迎大家今天再次收看肉肉的頻道 今天的七彈的新計劃是什麼呢 XRANK 2200分的真劍弱葉強打 手短的人要怎麼打呢 來 今天就是要來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拿弱葉在X代這個2200分的時候 手這麼短要怎麼樣應付這些很可怕的大佬們呢 那今天事不宜遲我們來為大家帶來三場非常精彩的解說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吧 好的 第一場是我們這個2170是野外音樂堂 我們今天來邊講邊分析一下 看一下這個場次我們用弱葉要怎麼打呢 一開始呢 我們在出發的時候呢 我們習慣先走左邊喔 應該會先從左邊想要稍微偷一下 但我們可以看一下對方的配槍是這個 也是這個下雨的弱葉 然後這個是狙擊 然後一開始不小心被蠟筆帶走了喔 然後還有這個黑P 那其實不管在哪一個模式呢 我們是非常建議大家不要在一開始出動的時候就先上命喔 因為會造成4打3的情況很容易會被一波反洪喔 這個肉肉先生剛剛的示範是非常的好的 好 要看清楚下來的時候也不要不小心吃到炸彈 好 狙擊在這一關呢是會佔有一些不錯的優勢 除非我們把他偷下來 好 我們現在肉肉先生要走右邊這條路 好 撿到一個人這個時候要毫不猶豫 對槍一定要抓得夠準 因為弱葉本身的手很短喔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確定 他在你的射程範圍內 你在攻擊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敵人會發現你在他後方 那就崩潰了 好 現在肉肉先生OK抓準了這一個 蠟米 好 現在開始一起戰塔 好 現在肉肉先生要怎麼進攻呢 好 他現在要升入敵營 這個是短槍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喔 短槍通常會這個時候進入一個偷襲喔 把敵人一次帶光喔 現在我們已經先殺到三殺了喔 好 現在的人數開完墨甲 還想要再壓制一波 nice 再帶掉一位 好 現在還要繼續嗎 好 看來應該是不太尿了 好 這個時候的隊友非常重要喔 非常就是 如果你有能力做到可以像這樣侵入式的偷襲的話 還是要看一下隊友有沒有在塔上 能為這一波進攻帶來比較大的一個效益喔 不然譬如說 大家都在壓家 沒有人站塔 塔在正中間 那就功虧一虧 所以其實時不時還是要看一下上面的小 小 這個標示喔 看一下你的家裡的塔 到底有沒有在前進 然後還要 其實還是要配合喔 如果譬如說隊友的人數過少的情況下 還是不太建議這麼往前衝喔 好 我們這時候不停物 OK 這邊可以抓到人嗎 好 被敵人看到了 往上 好 這個時候 對 就是這個時候 nice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就是在蹲喔 就是在賭他這個 欸欸 兩個nice 我們就是在賭說讓這個敵人下來 哇靠肉先生今天的手感不錯一次再三個 好 深入敵影小沖壓先把地先站下來 OK 現在這個 短槍 手短的話我們蠻建議 其實左邊這塊最好是可以壓下來的喔 在這裡蹲會比較好抓到人 但是非常小心左上方的敵人會直接衝下來喔 所以一定要耐住幸福 手短一定要耐住幸福 不要被發現了 好 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欸 這裡會不會有人出現 看來好像他們四個人 喔 有 這個出現 好 我們就前進 對面也是有隊友一起蹲的 非常好 阿 可惜可惜 但沒關係 抓到一個 阿 隊友倒兩個了 現在這樣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現在整個戰地幾乎都是紫色的 好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 右邊這塊就是剛剛有說過其實蠻重要的喔 因為很容易會有蹲人喔 還有中間那塊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徒弟先把SP給存出來 但這時候也是要小心狙擊 狙擊只要是上到X帶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威脅性的 好 現在塔有點在繼續前進喔 這邊好像...這個手長就很可怕喔 他們會繼續在這裡 在後面會顧家喔 這很可怕 這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抓掉這個手長 把最麻煩抓掉 OK NICE 好 現在剩一個了 24 好 哎呀 這個 這個 哎 糟糕 這個 紅葉沒有抓到 糟糕隊友吃到 先站一下塔再回來 糟糕糟糕 塔還在持續進行 NICE 抓掉一個 兩個 NICE 好 現在24 23 欸 還有 還在 好 沒有回來了 現在 哇 這個有點緊張 剛剛會有一點點要反超喔 這個非常危險 大家要謹記這個教訓 好 現在這邊怎麼走 要繼續走這裡嗎 欸欸欸欸欸 哎呀 弱弱先生的 花式落水嗎 這個表現 好的 看來塔又不小心繼續 我們剛剛不小心倒3了齁 來看一下現在要怎麼走出來比較好呢 現在最好就是丟一些飯糰壓制 因為敵人這時候一定會盡可能把所有SP丟出來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學習的喔 在抓 抓準隊的時機 一起放SP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糟糕 現在塔已經到19 18時機會不會被反超 16 怎麼樣怎麼樣呢 好 先游住 游住 上來 NICE 抓到嗎 抓到嗎 放一炸彈 NICE 這個非常好 哇 剛剛非常危險 真的只差1欸 呃 還是不太建議 就是大家是用這種方式的操作 因為非常的危險啊 我們剛剛真的是運氣好 好 這個時候上前抓NICE 抓到一個 哎呀 狙擊非常漂亮 啊 NICE NICE 好了 我們看看現在19秒 基本上看起來好像是 勝券在握 但是還是要非常小心 一個被安全倒還是有可能會 9 10 9 8 7 抓一個抓一個抓一個 NICE 5 4 3 好 看來是 非常的漂亮這一局 非常的不錯啊 呃 就是 在這個 若葉手短的情況下呢 一定要站好 這個佔地 塗地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喔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要 抓準時機 把這個 敵人給拿掉喔 然後還要看一下現在場上 那個 手最長的人 就是會在最後面cover的 有時候可能是格林 那我們手這麼短 當然一定要做好保護到大家的責任 因為在X代大家都會 大家都很懂得會躲在後面 好的我們剛剛2203 接下來下一場2140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是 叫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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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富肉飯店 沒錯 好 一開始呢 這個 肉肉先生的習慣 是會先直接從中線出去 然後先在遠方先送一個 但這個時候通常有狙擊 我應該就直接被抓掉了 先送幾個飯糰 畢竟我們這個弱葉走的是 雙飯糰流 好可以看到我們隊友現在先倒一個喔 好這個時候先 這個抓到一個 抓到一個 兩個NICE 剛剛這個 以對槍的方式來講的話呢 他算是 比較 弱勢 因為一次兩個人嘛 那我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以對槍的情況來講 不要一直站著對槍 記得千萬喔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有迂迴喔 你一定要稍微躲一下 因為 這個我們到時候可以再做一個對槍的影片 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你如果長期一直按著發射鈕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是處於僵硬的狀態 你沒有辦法很靈活的 做一個瞄準 手會 肌肉會僵硬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 手一定要放鬆 然後一定要左右左右的 這樣子 遊移 就是怎麼講 你抓不到敵人 敵人抓不到你的那種感覺 但這次需要經過這些練習的 好的 水刀 好 然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要知道 每一把槍的射程在哪裡 它跟你的距離差了多遠 你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要不然的話 你很容易送頭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想到它竟然可以射這麼遠 那就表示你對這個武器的了解 呃 不夠長 剛剛這個飯糰還是有起到作用的喔 好了我們接下來看一下8398 並不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好 現在這一邊 打算怎麼做 只能說 水球是一個非常討厭的武器 下一次我們也來練看看這個真槍好了 好 躲一下躲一下 要先躲一下 要不然敵人先看到你就沒有意思 OK 全倒 好 畢竟剛剛是屬於3打1的情況下 本來就非常不利的 我應該要建議肉肉先生 剛剛應該丟飯糰就可以了喔 人少的情況下齁 出去送頭 絕對不是好事喔 因為 你敵人 呃 你反而就是 喪失掉一個機會 好現在是我們一個大弱勢喔 49對98 那這邊要怎麼開出來呢 好 現在這邊狙擊太肉肉先生想要抓狙擊喔 那就是賭狙擊 NICE 就是剛好墨甲 因為有墨甲所以他才敢衝吧 我估計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戰地一定要先拉回來喔 對對對 不要讓敵人有機會 因為 剛好是這場沒有滾喔 要不然有滾的話 剛剛這個戰地應該是一堆人被抓掉了 好的 現在我們開始慢慢的往前進了 好 這個時候肉肉先生會稍微在中後段的部分 顧一下地 確保沒有人從後面投喔 這個場地也是很多人會從後面投 OK 現在已經倒2了 先退再說 這是好不用猶豫的 因為你就算再怎麼站塔 你也推不了多少 好看一下 沒有抓到十隻點進攻 NICE隊友 NICE NICE 現在三殺 現在就是時間點 NICE 四殺全部 現在這個時候就是趕快先衝到前面去 把戰地先拉回來 沒錯沒錯 先把地都先拉回來 讓隊友有機會可以衝出去喔 好 這個 鞋子隊友 鞋子隊友 NICE NICE這個開出來很好 墨甲先開出來 先把墨擠出來 然後 上到這裡先把戰地壓下來喔 好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些壓制 糟糕現在倒2 水刀剛好沒有 糟糕糟糕先走先走先走 糟糕糟糕倒了倒了 現在塔回到中間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有點可惜喔 沒有 沒有注意到喔 ICE掉了 糟糕糟糕有點危險 唉唷還躲掉啦 運氣不錯 剩一分鐘 差了快30 還追得回來嗎 來讓我們看看 小心小心 家裡有一個 墨甲開出來 這個時候 然後 建議是 糟糕是對方有墨甲 現在有點給他 剩55秒 這一局 這一局看來有點不妙喔 好沒錯 戰地先拉出來 剩38秒 糟糕糕糟糟糟糕糟糕 OK 小雷神布讓你逃掉了 NICE先倒掉一個 上面這個抓得到嗎 哇他跑過去 跑過去抓塔了 NICE NICE NICE隊友剩23秒 6564有機會 有機會 要跟上嗎跟上嗎 啊吃到飯糰 425254 948NICE NICE隊友 這個時候 就是可能之前有做好事吧 NICE NICE隊友 4140 OK OK 這個不錯 NICE NICE 這個算是 這個就爆大腿啦 這就算爆大腿啦 但是前面的部分 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們基本上就是 你做不了太多事情 你要看一下 至少像現在這樣 你帝要能補到 帝友了 一切就好談了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還是有盡力的徒弟 跟這個 擊殺一些敵人 然後大家要好好記住這件事情 好2206 好再來繼續今天的第三場 這個2280 8人的平均下2280 這一個分數其實是有一點高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一邊 敵人 這一邊的槍支是 黑P 然後藍牙刷 然後這個鼻喜 跟這個禁鞠 OK現在哇糟糕這個毒 最討厭毒物啦 這時候我們會想說 第一個要訣 先不進攻 先把SP存出來再說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有第一波的 可以慢慢往前推進的動力喔 好的 沒錯先看好 你要土地 你要看一下 四星巴巴的敵人可能躲在哪裡 炸彈從哪裡來 子彈從哪裡射出來 稍微站一下塔 讓對方覺得 欸是不是有人上塔 稍微緊張一下 好這邊可以先丟兩個炸彈 手太短手太短手太短 好現在我們這邊導2喔 他們導1 好鼻喜來了 鼻喜個人強烈建議喔 完全不需要跟他對槍喔 跑就對了 因為根本打不過喔 除非你迂迴的繞法 對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迂迴的繞法 也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你的戰地一定要夠多 如果是鼻喜的戰地多的話 那不用打你一定會輸 因為他的範圍夠高 所以就有點像 剛剛這個黑B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一定要迂迴 你一定要繞到他左邊右邊 不要跟他正面對槍 因為打不過打不贏啊 你要從他側面 繞到側面 這個是 我覺得以對槍來講 非常重要的事情 之後我們也會再 好好的 做一個這個 講解給大家看一下 單獨講解給大家看 好現在8 2 好現在對方倒1喔 現在只剩下藍牙刷 好他下來了 很好抓 這個時候就是抓 這種就是大事物 大家要切記不要犯這種事物 都是對方的地的時候 不要跳下來 一定會被抓 因為大家會把地圖滿 就是為了要抓人 好墨甲開出來 好的 這邊比起抓得到嗎 但是有墨甲有點危險 先跑 可以嗎 看來他沒有跑過 我們還是先飛回去 因為已經都倒光了 呂其留在那 因為你留在那一定要有 比如說你蹲對方家 你一定要有一個目的 比如說你可以達成什麼樣子的目的 那你留在那可以 但剛剛那個情況 留在那完全沒有意義啊 不如回家 重新整理一下 把地障回來 抓個敵人 OK 抓到 但是小心 欸對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比起對槍其實很危險 真的沒那麼容易打 就是場地一定要夠大 因為比起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就預測不到 OK 對方倒2 現在戰器單開出來 但是 nice 左邊好像還有一個喔 應該是 藍牙刷 剛下雨 先回家cover一下 避免 失火 但是要小心不要衝過頭 不然他等一下滾出來 我們也是 好 墨甲開出來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是不是 欸果然還在 欸果然還在 欸這個我們剛剛就沒動好 因為畢竟那個 藍牙刷他的那個速度很快 這個以對槍來講 就算蹲下來 還是有可能會 掃到他那個 被他那個射擊範圍掃到喔 好現在 81對44 這個2280 欸欸 欸 撿到 沒撿到 還是踢槍 最最後我們剛剛看 劈槍就不太好打了 因為攻擊力 相對來講是高的 好 nice 隊友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好這邊有狙擊 要小心 現在有點尷尬 我們從後面走看看 好啦 嘗試一下從後面走 對不對 糟糕糟糕要被發現了 剛剛有點丟太快 應該先走 不要丟的話 應該還有機會抓到 狙擊喔 做個壓制 丟個飯糰做個壓制 好現在塔往前推 看一下我們這裡有沒有機會 還是要從後面走嗎 ok 應該有機會抓這個狙擊喔 欸欸欸 卡腳卡腳卡腳 全倒了 現在全倒了 現在全倒有點危險 怎麼樣怎麼樣 找吧 找吧 威脅喔 nice 剛好小鞋坡就有一命 哎 nice 有帶到兩個 隊友剛好上來 還可以 哇剛剛運氣還不錯欸 好的 飛一下 剩27秒 如果後面這邊 跟中間的戰地留住的話 應該會蠻有機會 肉肉先生打算先從這邊來做cover 好 哇 隊友看的也是很準 好 前面這邊cover一下先丟個飯糰 夾置一下 好 導彈開出來 先退先退 nice nice 這個時候三個人 四個人都有墨甲的時候 基本上防守 oknice 非常好 再加上戰氣彈 這一局就穩妥了 好 看來我們今天先幫大家介紹這一個 在2200代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那個其實節奏上 還是非常的快速的 但是基本上 即便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很冷靜的 東看西看 東看西看 就是不要受到 比如說對方很快速的影響 就是絕對 冷靜絕對還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說呢 這個後續呢 還有這個 我們還有幾支影片 畢竟其實也算是一個系列 但是我覺得 從中間可以拆開來 講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那還有第二彈跟第三彈 大家要敬請期待 這一次這個系列 算是我們這個 打真劍的分數 相對來講是比較高段的 所以我們剛好有記錄下來 想要分享給大家 好的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 我們下一集 這個 弱葉強塔的 這個分享啦 那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跟我們一起討論 這個 七彈在打真劍或是其他東西 那 如果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的話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告一段落啦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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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